彭丽媛在北师大第二副中门口迎接来参访的米歇尔一行 彭丽媛对米歇尔应邀来访表示欢迎 米歇尔也高度评价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 此次有幸访华倾听学习并了解这个国家教育计划的详细情况 并同全美的学生们分享我的旅行 是一次非常独特的经历 这将令我终身难忘 彭丽媛带着米歇尔他的女儿玛丽亚和莎莎 以及他母亲罗宾逊游览学校 当他们来到美中两国学生的中国书法课时 彭丽媛向米歇尔示范如何握笔写字 米歇尔也饶有兴趣地练了起来 彭丽媛也挥毫写下 厚德在务四个字赠予米歇尔 米歇尔还与中国教练和学生一起练习冰棒球 40多年前 冰棒外交拉开了美中两国关系改善的序幕 星期五下午 彭丽媛还陪同米歇尔一行参观了故宫 晚上以私人晚宴和文艺表演招待贵宾 这是美中两位第一夫人第一次会面 去年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加州举行会晤 讨论双方在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建立新型的关系 彭丽媛当时陪同习近平来访 但是米歇尔因故留在华盛顿 没有前往同彭丽媛见面 威尔卫视新闻报道